现在感觉今年的经济大环境都得不怎么好 近日的新闻要报出 大陆出现多家沃尔玛停业关店了 近日在杭州沃尔玛黄龙店也是关闭 为什么沃尔玛在大陆多地频频发生这个关店的情况呢 超市实体店真的干不过 超市网上商店吗 感觉沃尔玛超市现在也是很无奈 近日获悉杭州沃尔玛黄龙店要关业了 它将营业到2020年11月20日下午 目前这家门店的食品饮料器部分的货件已经清空 家机用品还有冷冻食品正在打折促销 当地的沃尔玛相关人士表示 关店是因为店面租期到了 并不是生意不好开不下去 房租到起不得已搬离 大部分的商品要搬到古敦店 营业将持续到11月20日下午大概4点钟就正式关门了 不过不会因为彻底而大面积打折 现在打折的都是运输中国人中损坏的一些商品 就进行一些有限度的打折吧 据起沃尔玛黄龙店位移 杭州市曙光路132号 是黄龙商圈最大的综合性超市 也是一家营业 将近十多年的老店 该位置此前曾为是郝佑德超市 后来被沃尔玛纳入旗下 当年郝佑德在杭州拥有黄龙 郑江凤起召回四家门店 实际上沃尔玛在杭州的大卖场 在7年就有关店的情况 比如东兴路店在2019年6月18日 也是停止了营业 目前沃尔玛在杭州含有林平偶花州大街店 古敦路印象城店 林安店 富城国际中兴店四家大卖场 以及西西印象城山姆会员店 沃尔玛最近老是平常关店的风波 比如在前段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 沃尔玛在7月份下旬就关闭了 位置大陆哈尔滨的四家大卖场 事实上在全中国范围内 沃尔玛关闭店面的数量更为庞大 针对每次关店的这个原因 沃尔玛官方的回应总是说 即全国战略的布局调整 进一步优化商业的布局 在2018年的时候 黑龙江城报就报道过 沃尔玛在7月下旬的关闭 位置哈尔滨四家的这个大卖场 就是先锋路店 安铺店 友谊路店 以及十字街店 这四家门店呢 在企业中心就发布这个通知了 然后到了下旬呢 就正式的停业关店了 当地的沃尔玛在正式关店之前呢 表示会解决好当地这个沃尔玛员工 和持卡顾客的问题 发布沃尔玛关店通知之后呢 就会给当地有一些7天的延续局 让持卡的够 这个顾客呢 把卡内的这个遗额呢 消费完 或者没有消费完呢 就进行有些遗额的进行退卡 在哈尔滨至四家门店关闭后呢 沃尔玛在哈尔滨呢 就没有门店了 四家门店的全部都关闭了 沃尔玛方面就表示 在哈尔滨关闭的四家沃尔玛门店呢 是基于全国战略 不及的调整 虽然大脉城全部撤出了 但沃尔玛未来呢 很可能以其他零售的形式呢 进入哈尔滨 实际上呢 沃尔玛在全国换园内呢 进行了大幅的调整 沃尔玛门店的关店 停业的消息呢 频频传出 而哈尔滨呢 也不是沃尔玛 在近几年撤退的首个城市 比如临近的这几年呢 沃尔玛已经撤退的地方有 如湖 绍仙 唐山等地 据公开资料显示呢 沃尔玛关闭 哈尔滨四家大买城呢 是沃尔玛自2018年3月份以来 关闭了14家门店的其中这几家 在3月7日 沃尔玛就宣布了开店历史 近16年的这个深圳南星店的停业 3月12日呢 绍兴 苛桥沃玛也是停业了 在4月12日 内蒙古通辽市 和平路分店沃玛也是停业 4月10日呢 南京的水溪门大街沃玛也是停业了 再紧接着 5月15日 沃玛又关闭了 在唐山的唯一门店 就是路南区万达广城店 再过几天 5月22日 沃玛又把安徽 五湖中山北路的这个沃玛风店呢 也是正式停止营业了 到5月28日 在贵州的最大的沃玛店 尊义市春天宝店 也是停止营业关闭 所以陆陆七七呢 沃玛的关闭了好多家 他的这个门店 在6月1日 上海的沃玛宝山 128纪念路的这个店呢 也是正式的停业 6月8日呢 天津沃玛和平店 和平路的这个分店呢 也是贴出停业的公告 紧接着6月12日 沃玛在福州 就关闭了联系店和五里停店 沃玛义乌市计 市计店呢 也是正式停业了 又过了几天 6月19日 沃玛厦门的富山店呢 也是停止营业 也是关门了 而到了6月27日 上海 葡萄西志丹路上的这个沃玛 甘泉店呢 也是正式关门停业了 所以频频爆出这个沃玛门店 关门停业的这个消息 对于这些门店关闭的原因呢 沃玛官方的回应呢 都是笼统的说 是基于全国战力调整啊 什么布局调整啊 进一步优化商业布景等等 这样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回应吧 其实真正的这个内幕呢 可能大家也可能猜得到 只是沃玛官方没有名书而已 而今年的2020年10月20日 沃玛在杭州的红星路店呢 就发出这个停业公告 说该店呢在2020年10月27日呢 就停止营业了 正式关店了 关门了 在他的公告上面呢 还著名的加新 还设有一家沃玛门店 顾客的购物卡呢 可以继续在同城的 其他沃玛商城使用 至于关门停业的原因呢 该店的这个负责人 就称是为了优化商业布局了 据了解呢 沃玛在双西路店呢 在2020年7月14呢 7月14日就已经停业了 而现在呢 就在这个红星路的店呢 又是爆发出这个 关门停业的这个情况 所以沃玛在加新呢 现在只剩下这个华丁店 一家这个门店了 其全部都关闭了 现在这家沃玛在红星店 是位于加新江南摩尔富一层的 它是在2006年8月17日开业的 沃玛在市区的另外一家门店 华丁店呢 是在2004年开业的 其前期呢 是好又多的超市 后来好又多超市呢 被沃玛收购了 才改名为沃玛这个 加新华丁店 红星路店呢 是沃玛真正意义上进驻 加新地区的这个首个门店 既了解呢 红星路店的经营面积呢 达到1万多平方米 由于自家门店的这个卖场呢 规模非常大 商品齐全 购物环境 火加在当时呢 引起了轰动 开业初期呢 可谓人山人海 是不少这个加新当地市民购物的首显之地 而到现在呢 经过近15年的时间的营业呢 这家超市呢 以周边的这个居民的生活呢 已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而现在这家门店的这个倒闭 关门停业呢 也让不少这个当地的居民呢 感到非常的遗憾 10月20日上午呢 在沃玛红星 红星路店可以看到 超市的入口和出口的 张贴的这个停业的公告 上面就提到了沃玛加新红一 红星路店呢 将以2020年10月27日停止营业 公告上面还注明了 加新还是有另外一家沃玛门店 顾客的购物卡呢 可以继续在同城的其他沃玛商场使用 在沃玛这个超市里内呢 可以看到食品区啊 肉类奶类 熟食等商品的一些货价呢 有些已经清空了 西游洗衣食品部分 生鲜的这个产品呢 就含在正常的销售 部分呢 货价呢 出现了清空的状态 此前在7月14日 为世袭中港城的这个沃玛 加新双西路店呢 也是停业了 之前在2019年的沃玛就关闭了 海宁联合路店和同乡振兴中路的店 到目前的沃玛 在加新呢 只剩下了华亭店的这个一家这个大卖场了 沃玛这个方面呢 就表示加新地区呢 均取没有计题的这个计划可以分享的 而另外根据其他媒体的这个统计呢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沃玛就关闭了四家门店 其中广州的黄石店 南京的秦淮店 在4月14日呢 也是停止了营业 在重庆的九龙广场店呢 是5月15日 也是停止了营业 而在广州攀移的这个沃玛分店呢 在5月19日也是停止了营业 其中重庆店南京店 这个停业关门的这个手法都说是因为租业到齐了 而在广州的另外两家门店呢 这个关门停业呢 这个原因呢 就是没有公开告示 从沃玛在全国的动作来看 一方面关闭一些业绩不交的门店 另外一方面呢 有可能是加快中高端 这个业态的不及 计较细分一些领域 提升一些领域的空间 事实上呢 沃玛在 有可能在调整部分区域的这个发展的战略 向中高端以及网络方面进行转型 而最近自家卫航州加新首家这个沃玛店 这个停业关门呢 也是引起的这个轰动 自家卫将来摩尔的这个沃玛红星路店呢 近日就发出这个停业公告 在10月27日就正式停业停止营运了 这也是7月14日沃玛季 商西路店停业后又一家停业的这个沃玛超市 根据负责沃玛红星店的关店事宜的这个沃玛当地的负责人介绍呢 停业的原因是为了优化商业布局 开店关闭后呢 整个加新市呢 就只剩下华 华庭店一家沃玛超市了 现在在沃玛超市里面可以看到呢 有些区域的这个货件呢 已被清空了 有些地方呢 已经被木板隔离的起来 有些通道呢 还有些这个保安在站岗 提醒顾客呢 有些区域的这个商品呢 已经停止出售了 而在食品区 肉类奶类熟食的这个商品货件呢 有些地方也是已经清空了 有些休闲食品部分的生鲜产品 还在正常的销售 部分的破价呢 就呈现出清空的一些状态 这样一家经营长达15年 这个沃玛老店呢 为何突然关店呢 关店之后又会有谁来接手呢 对于沃玛关店的这个原因呢 当地的沃玛负责人就回应 主要是为了优化商业布局 他很表示呢 沃玛始终关注这个顾客设计 以及严功 将竭尽所能 对顾客和周边设计的这个影响呢 将是最低 他人说 我们要诚意邀请顾客到我们其他门店 或者通过我们在京东等线上的平台 继续享受沃玛玛优质的 这个商品和服务 这家为浙江 红星路的这个沃玛玛商店呢 是在2006年开业的 到现在呢 已经开设了将近15年时间 这家超市的租业呢 是到明年的9月份才到期的 目前呢 还是在租业期限时间内的 而现在突然就关这个停止营业关门了 所以他现在的是提前终止这个合同了 所以当地的负责人说 他现在已经进行了沟通协商 并根据租赁合同 停止营业了 所以呢就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商品 有打折的 有折扣的或者促销的 有当地的这个群众说 虽然现在这家沃玛玛没有以前辉煌的嘛 因为现在网上购物什么的都挺发达的 而且其他同行的沃玛这个超市也是非常的多 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这家这个这么大的沃玛超市门店呢 现在突然关店了 让当地的不少居民呢 还是感觉有点意外和遗憾的 现在杭州加新呢 只剩下一家沃玛门店了 而在此前7月14日 位于士气中港城的这个沃玛 加新双溪路店也是正式停业了 此前的沃玛在加新区域呢 关闭了多家门店 其中仅2019年沃玛就关闭了 海宁联合路店和同乡正新中路店 目前的沃玛在加新呢 就只剩下华亭店一家这个超市 这个大卖场的 全国的这个关店的动作来看 一方面呢 它是关闭了一些业绩不佳的门店 另一方面呢 有可能是加快 中高端业态一些布局 计较细分的一些领域 提升这个盈利的空间 事实上呢 沃玛在调整部分区域的这个发展战略 向中高端方向进行转型 在7年11月呢 沃玛中国就宣布 未来5到7年的计划在中国 新开设多家这个门店和云昌 包括沃玛购物网场 山姆会员店 和沃玛设计店多个这个业态 事实上呢 在全国范围内呢 沃玛关店的这个门数呢 这个计题的数量呢 可能更为庞大 因为多地最近也是爆发出 沃玛多家这个门店 陆陆续续有关门停业的这个 这个消息 而针对关店的这个原因呢 沃玛官方的回忆呢 都是笼统的称之为 基于全国战略布局的调整 进一步优化商业的布局 而实际关店的原因呢 可能大家也猜得到了 就整体的经济大安静都不太好 再加上现在流行的网上购物 所以实体店呢 很可能干不干不过这个网络的 这个网上的超市了 现在感觉这个实体店 这个生意呢 是越来越难做了